Hello大家好,我是博子戏,继续为大家更新《征换传》系列 我先说下我的观点吧,我觉得即使有曹清末在,结果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分析下曹清末的性格特点吧 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且为人低调胆小,不爱出风头 唯一的野心就是能让瘟疫嫁一个好人家 这样的一个人是不会轻易让自己身陷险境的 前期的他依附华菲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公主 当发现华菲利用公主时便立刻选择背叛华菲 回到今天的主题上,如果曹清末在征换回宫后选择和他敌对 那他必定是皇后战队的 那这种可能性成立吗?我觉得不成立 首先在征换出宫后,皇后一家独大 曹清末必定能看出皇后的真正面目 他不会再让自己和公主的性命捏在别人手里 此时的他只要低调做人便不会对皇后产生任何威胁 所以他没有必要再卷入任何人的阵营 那皇后会收编他吗?也不会 皇后喜欢智商不高的人,这样能让他更好驾驭 而曹清末心思细腻且狠毒,和皇后是一样的人 他又怎么可能真正为皇后服务呢? 并且曹清末是一个被主忘恩的人 这样的人谁会放心用 所以曹清末是肯定不会和皇后一伙的 那在征换回宫后,曹清末会投奔征换吗? 我觉得也不会 征换回宫后便和皇后分庭抗礼 他明白,即使跟着震嬛,震嬛也不会真心对他 如果震嬛胜了,他得到的也不会太多 但如果震嬛败了,他也就输得一败涂地了 这么多年费心经营全败费了 所以最明智的选择便是坐伤观虎斗 不轻易战队,更不跟任何一方撕破脸 那最后无论谁当了太后都不会太为难他 即使抛开上述所有不谈 如果曹清末和震嬛不合 并且真的揪出了他和果军王的私情 那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完全是我个人观点 如果小伙伴们有不同的想法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中留言一起讨论 好了,今天的结束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三连 祝大家发大财,爱你们哟